我大哥在新復興 他在秀花 那二哥我變得請他來統一 他是比較喜歡專業的投資 他不喜歡早上八點就上班 那沒辦法我就要進來上班 所以我就跟完總一樣 賣給男方 我們整個一生都賣給男方 看到這個建築空派 台南人覺得不會太陌生 這也就是五年前才坑開幕 如今第二期也準備試營運的 南訪購物中心 南訪購物中心這幾年業績持續成長 為台南紡織活化旗下土地資產 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現在業績 整個八十億 達到八十 因為還有一部分沒有開 所以我們設定八十億 一二期加起來八十億 講起未來展望 南訪集團總裁侯博明立刻雙眼發亮 這會極具親和力的 台南幫侯家第三代成員 興奮的告訴本刊 目前南訪購物中心 光是一二期加起來 已經成為全台南 占地最大的購物商場 而且接下來還會有第三期 第四期 甚至是第五期的開發計畫 預計將會引入精品和高檔飯店 讓這塊從祖父輩手中 喘成下來的土地 發揮最大價值 很慶幸 65年來一坪土地都沒有賣 七八年前 我就是設定 分一二三四五 五期來開發 這個重畫完的樹地 應該是往精品大樓的方向來走 至於是要蓋高隆基 或是低密度的 這個要等我們二期落成以後 團隊會再進一步整個規劃 眼看南方公務中心已經漸漸成為 台南的指標性商場 不過侯博明的野慶可不止如此 南方接下來還會搭上科技的熱潮 將旗下佔地十十萬坪的仁德廠 規劃為大型科技園區 科技園區我們分三期開發 第一期十甲 第二期十八甲 第三期十八甲 總共四十六甲 包括整個樹地的規劃 主幹線 然後育成中心 管理中心 都會真正的開始落成去 去新建 這個未來的南方科技園區 不但距離台南高鐵站 只需要十分鐘的車程 距離南科開車也只需要二十五分鐘 據說將會與5G和AI智慧等 相關產業為園區的發展主軸 何博明向本刊透露 目前已經有四到五家 國內外的科技大廠正在洽談 而且已經在今年十一月的 南方總事會中 通過了相關的開發案 不斷的招商科技方面 因為我們也接近 政府推動的 就是那個高鐵的那個 那個科技園區嘛 有一個什麼 綠能園區 然後私人有力量 我們就跟 配合政府的腳步 配合這個 中央政府的腳步 一起來開發 手上持有超過二十六萬坪的土地 跟南方一樣 今年都是六十五歲的侯泵明 他笑著對本攤智超 說這一生好像都賣給了南方 不過回想起二零零一年 剛接任南方總經理 侯泵明語氣中還是相當自豪 因為他可是一路整頓 才將南方招牌重新擦亮 最慘的每一個月都虧七八千萬 環總你知道 那時候每個月 一個月虧七八千萬 接了總經以後 我就每個禮拜到工廠去開會 馬上業務反應各方面 就是走動式的管理 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就有專業團隊了 所以一個家族區 一定要轉到專業經理人 家族的企業要 配合專業經理人來營運 這台灣企業才能爬起來 就是把手上事業 都交棒給了專業經理人 現在侯泵明已經漸漸淡出 入工時經營 他把更多的實驗 都放在自己的藝術收藏上 放眼望去整個惠克健和辦公室 都放滿了侯泵明苦心收來的畫作 這些畫作在記者眼中 看來都跟南方一樣歷久迷心 正準備發光發熱 展現自己的最大價值